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新天地餐飲集團 維愛廳園的店長歐宗憲的傢伸 傢伸來接受網專訪 傢伸你好 傢伸你們新天地餐飲集團 當初怎麼會想多成立維愛廳園這品牌 起興動念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新天地專注於婚宴 現在我們目前有四個品牌 那就是有新天地本身 然後再來還有萊特維婷是屬於高端的這種 飯店式管理的品牌 然後還有雅約會館 他是屬於比較小資型的婚禮 然後再來就是缺少了維愛婷人這種戶外型的婚禮 所以我們才要特別一定要把這個地方給拿下來 所以你們就特地成立了一個維愛婷人這個品牌 就是專門在辦一些戶外婚禮的 是 那Jason那你們當初成立這個 因為你們成立三年多 好像就碰到疫情了 那你們這個維愛婷人 遇到疫情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當然有啦 對 所以疫情的時候我們就是宴會廳人數的限制 所以然後還有隔板這樣子 那當然戶外的部分我們人數就可以比較多 所以在疫情的期間 我們的宴會其實還算還不錯 然後當然就是還是沒有辦法到正常營業 所以還是疫情後我們就是業績突然就是這樣子 往上拉起來 那時候你們遇到疫情有沒有做什麼樣的一些轉變或改變 有我們一開始會賣便當嘛 對所以然後再來就是外帶這樣子 以外帶為主 對然後再來就是整理環境 其實我們的戶外非常的大 所以在疫情期間沒有生意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整理我們的戶外 然後維護我們的草坪 修剪花草這樣子 我懂 等於說你們就利用疫情這段期間先休養 等於說一邊休息 但是一邊可以整理環境 然後準備再出發這樣 是的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覺醒 那如果說在戶外辦婚禮萬一下雨怎麼辦 這會不會對你們也是一個困難 這個問題非常好 對所以我們在辦戶外的時候 我們都會保留一個室內的宴會廳 做一個預備的方案 對那像這次我們就在疫情期間 特別在蓋了一個玻璃屋起來 叫仙杜瑞拉 它是可以容納將近30座的一個場地 對特別蓋一個玻璃屋 對特別蓋一個玻璃屋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戶外的這個婚禮 直接搬到我們的玻璃屋內 所以真的遇到下雨的時候 或者是天氣太熱中午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搬到裡面來 然後我們裡面都還特別加裝的冷氣這樣子 我懂你說雖然你們是婦外婚禮 但是你們有考慮到 如果萬一天候雨下娘太熱 如果說人家搬在中午 你總不能人家中暑吧 或是下雨 所以你們有一個玻璃屋 是然後我們的玻璃屋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窗戶 這個窗簾拉開來 其實看到外面就是綠色的草坪這樣子 view也是很很很很棒 是是是 好 Jeston那你們當初 成立維愛庭園這個品牌的 記憶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希望我們的新人 他的婚禮可以不要一成不變 都是在宴會廳裡面 他可以到戶外有新的儀式堂 戶外儀式堂 甚至辦草地婚禮 野唱婚禮等等都可以 對就是一個創新的服務 創新的服務 好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你們還有草地婚禮 野餐婚禮 所以那就是想說 請你介紹一下你們維愛庭園的特色 可能你們也不只辦婚禮 你們還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不一樣的 是是我們香港有汽車發表會 就可以在我們的草地上面 然後停新車 然後就可以發布他們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尾牙的部分 也都會有一些這個園遊會的活動 可以先來的時候先在草地上玩 團建的活動像一些企業 他們就會有讓員工自己去玩樂的一個時間 那就可以在我們草地上去做一些團康的活動這樣子 所以你們草地很大 很大 所以就是不是只有針對婚宴 就是說企業也可以去辦一些 比如說什麼新車發表會 或是一些園遊會這樣子 還有烤肉活動 烤肉活動 是我們現在都有這個一桌十個人 甚至六個人也可以 那我們就是在中秋節 或者是在其他時間 我們我們就可以辦一個烤肉的活動都可以 所以你們又有那種企業可以烤肉的 是我們也是有連續兩年都有辦過大型的烤肉活動 烤肉趴這樣子 是那個很壯觀 很壯觀 所以你烤肉就是一次可以容納很多人 四百個人 四百一次可以四百個一起烤肉 一次可以容納四百個人 對 因為就是你剛剛講你們外庭員可以辦很多婚禮 那你覺得你們跟一般外面的一些婚禮企劃公司 就是你們幫新人辦的婚禮有什麼不一樣特色 我們的婚禮主持人都是自己館內的 他自己去培養 所以跟外面的婚禮主持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他很熟悉我們自己的場地流程 燈光音響 對我們來講這都是熟悉不能再熟悉的東西了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跟客人他想要隨時場刊 要來佈置要來訪談都是非常的方便 不用約在外面可能麥當勞或星巴克這樣子 就直接約到你們外庭員的會所裡面 是然後讓他熟悉我們的場地 這樣子他也才不會太緊張 是 那菜色方面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特別的客製化 菜色我們都是會有一定的模組鮮 但是如果客人說他現在不吃魚吃的人很多 他就想換成干貝換成花椒 這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食材可以稍微調整 或者說我們家不吃牛肉的 我們就好我們把牛肉就換掉 換成豬肉或羊肉都可以這樣子 是 對 那你剛剛提到說你們好像不只辦負財婚禮 還有什麼草地婚禮 有 野村婚禮 真的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婚禮 就是他心人就是可能人數沒有很多的時候 然後他想要有點不一樣的婚禮 然後他就跟我們去婚禮策劃室去了解 去談 就說好那我們可以提供幾個方案給你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個場地給租下來就好 然後你可以你想要這種 就是比較不要那麼formal的一個形式 就是大家好朋友聚餐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以就是圍在一個草地上一起玩遊戲 這樣子就好了 對然後玩仙女棒 你們有辦過這樣的婚禮 有有有 是 尤其在疫情期間就會有比較多這種戶外的婚禮 是草地婚禮 然後就是 對還有辦西餐的嘛 就自助buffet的這種 就不用是桌菜這種 就是你能提供一些餐點 讓他們自己去取 對我們就全部就是變成IBM桌 然後就是可能一桌六個人這樣子 就是比較西餐 然後有半自助式的或全自助式的都可以 那有沒有新人在那邊辦過比較特別婚禮 你印象很深刻的 有 就是他的婚禮結束之後 他把所有的併客都拉到我們的戶外 他是然後我們就有放煙火 因為我們是在 放煙火 對我們在那個彰化的那個花壇山上這邊嘛 彰化市區裡面 對所以 然後這個風景非常的好 然後天空都是很很很大片這樣子 所以他放煙火的時候 他的view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他把賓客所有大家拉出來 然後他自己在我們的看台上面看 所以那個整個煙火是在他的眼前直接綻放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難忘的婚禮這樣子 對賓客來講也是 因為一般吃喜宴都是在室內比較多 然後吃一吃就走了 吃一吃就走了 對 所以我們會讓賓客吃的好 然後活動也好 服務周到這樣子 喔 所以那個放煙火是他提的嗎 還是說是你們給他 我們給他想法 因為我們的賓客都會說 我們的場地可以做很多的活化跟利用 對 那我可以這樣子嗎 像我們的儀式堂也可以做氣球放飛 晚上可以做仙女棒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活動 晚上可以有晚上的活動 所以你們給他們堅疑就對了 是是是 那Jason 那你們圍愛庭園未來的一個 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我們現在希望是可以做到垂直的整合 所以我們現在結婚的客人來之前 他不一定有求婚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欸我們的場地很適合求婚 喔 是 他可以先求婚 可以先求婚 先辦個求婚 不然可能要被唸一輩子喔 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結婚人通常就會生小孩 那我們就會還有一個 小的一個小的一個小廳 可以專門做寶寶宴 那像滿月久這樣子嗎 對然後就滿月久 然後他可以做那個收嚴儀式嘛 對然後還有現在都會有這個性別派對 所以我們就會專門有一個庭去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所以你們也有這樣的活動 寶寶宴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會從我們還沒有結婚要求婚的客人 先抓一批客人 然後結完婚了 有需要游游寶寶 像開著做這個寶寶宴 甚至我們會未來會推出這個 明月有飯禮盒這方面 對做一個垂直整合 那中長期呢 中長期的話我們會希望在其他的縣市 也有這個惟愛庭園的品牌 對因為我們發現其實有很多的 不同縣市的客人來我們這邊 那就會說 很喜歡你們 很喜歡我們 但是有點遠這樣子 對 所以我目前也是有在往其他的縣市在看 就是北部或是南部 更南部一點這樣 都有 像高雄也有 桃園也有 目前都有場地方邀約這樣子 那我們還在評估 是 所以中長期希望說有多幾個 類似像惟愛庭園 這樣可以辦戶外婚禮的場地 對 因為相信人真的他們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樣了 對 他們很喜歡一些 個人化 自視這個不要自視化的東西 他們喜歡自己 就是自己 自己想要辦什麼婚禮自己弄 自己有想法了 對 那我們惟愛庭園就是希望我們可以讓客人做主角這樣子 以他 以他來 就是他的想法 我們幫他完成他的夢想這樣子 是好 那最後想請Jason 那如果說有人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也都很有熱誠想創業 那如果說他們真的想創業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呢 第一個就是要善用政府的資源 政府有一些青年貸款 還有線上的一些課程都是免費的 所以就是可以用到政府的資源就多多利用 再來就是創業他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自己在投入工作的時間要比一般的員工多很多 他下班的他腦袋還是要運轉 其實就是當老闆他並沒有所謂真正的休息時間 所以這個也要考慮清楚 再來就是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創新 所以就是在這個工作上面 你一直看到新的事物新的想法 就要想辦法再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然後最好是再回到學校 然後可以再各多跟老師或者是同學 他們再去溝通了解 不斷的進修 對就是你要創業當然 善用政府的資源 然後自己要做好準備 然後也要不斷創新 不要以為說我當老闆好像就什麼都可以不用再學習 其實這個現在資訊很爆炸 對一直在進步 如果說你進步慢一點 或是停留在原地就是退步了 是 所以還是要不斷的精進 是的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新天地餐飲集團 圍來庭園的店長歐宗憲 Jason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Jason的分享 謝謝